第五題題目說呢 3 又 8 分之 5 加 1 又 24 分之 11 好 這個怎麼做呢 剛才我講的方法 我建議你是把 3 又 8 分之 2 改成什麼東西 3 加 8 分之 5 然後把 1 又 24 分之 1 改成 1 又 24 分之 11 會啦 然後接下來我其實建議你是整數先加加 所以 3 加 1 多少 4 然後呢接下來 8 分之 5 跟 24 分之 1 最公分對不對 來 8 跟 24 的公費數是多少 最小公費數 3 蛤 最小公費數耶 4 8 跟 24 的最小公費數耶 1 最小公費數 不是公英數 8 好啦做一遍給你看吧 2 4 12 2 4 2 6 2 1 3 答案多少 全部層在一起 全部層在一起 叫做最小公費數 18 18 你都在亂拆 我沒有亂拆 18 你覺得18可以被 24 整除嗎 24 那不是亂拆 那不然是什麼 對答案就是24 8 跟 24 的最小公費數就是24 對不對 2 拆贏 2 拆贏 2 拆贏 1 拆贏 3 就是24 8 3 24 好 所以你這個地方8分之5怎麼辦 8分之5 要不要改成多少 24分之幾 8整變成24的 是乘以3乘以3 所以變成24分之15 然後後面這個24不用動 所以變成24分之11 會嗎 然後接下來解決嗎 4加25分之26 解決錯了 解決錯了 24分之26 對吧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給你建議是 24跟26可以幹嘛 先約分 除以2變成12分之13 會啦 然後等多少 他等4加3 來把它換成代分數 是不是1又12分之1 對不對 然後最後4跟1再合在一起 就把變成5又12分之1 好 這個才是你的答案 看一下喔 答案是5又12分之1 好 這個你算一下 這個你算一下